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不知是否不想面对妇女对阵戏码才让杜特蒂决定大转弯 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强调杜特蒂妇女两并没有因为萨拉和已故总裁总统儿子小马克是搭档参选副总统 而未先争取父亲意见就产生嫌隙 但她心中确实有点不开心 因为女儿萨拉的总统大选民调一直遥遥领先 不该只叫住副总统当别人的副手 之前才为了行事豁免权称避免阵敌找机会对她下手 要再选副总统 如今杜特蒂妇女对决临时大转弯 不但各界出乎意料 也为明年5月的菲律宾选战提前增听话题 下期新闻李宁恒报道